台中市11号晚间传出乌龙抢案 一名假投资的诈欺车手 在收取被害人练交的600万现金之后 随即遭上手骗走了所有款项 车手不甘心一毛钱都没有拿到 竟然向警方报案 谎称自己被抢走600万 警方前往案发的地点深入追查才发现 原来是诈骗车手被黑吃黑 晚间9点多 民众报案遭抢走现金600万 大批警力立刻赶往现场 其中身穿黑衣黑裤的这名男子就是报案人 不过他谎话连篇一开始说被抢 看到原警后立即改口 说是和朋友有债务纠纷 屡被催讨 为了博取家人同情才会说谎 但警方深入追查发现 根本是一起黑吃黑的乌龙抢案 工作证件还有假投资公司的相关文件 原来24岁的黄姓男子是一名诈欺车手 他在向被害人收取600万的现金后 被上手骗走所有款项 一毛钱的佣金都没有拿到 愤而向警方谎报遭抢 企图让警方帮忙追回诈骗所得 男子已想天开 这一下子前没拿到 自己倒先进了警局 涉嫌面交诈欺 警方征讯后 以现行犯将他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同时也将继续追查相关共犯盗案 这下边的五祥三台中报道